在轉世開始進入Unity之前,我們有幾個需要先準備的東西 首先是擁有一個VRChat的帳號 你可以藉由將Steam的帳號連接到VRChat的帳號來保留所有資料 關於這方面的教學,網路上已經有許多影片 若有需要的話,日後也會單獨再出一部帳號連接的教學 接著,我們需要先去安裝對應目前VRChat版本的Unity 可以藉由在游覽器上搜尋VRChatUnity來輕鬆取得 該網頁的連結我也會放在影片資訊欄處 在擁有VRChat帳號與相對應Unity版本後 我們需要再度回到VRChat的官方網頁去下載Creator Companion 它能夠協助我們再更容易地取得好用的Unity工具與基本的設置 在完成下載與安裝後,開啟你的Create Companion 點選右上角的Create New Project 點選Alphatark,並幫你的檔案命名 接下來它就會自動幫你將必要的檔案安裝至Unity檔案內 到這個畫面後,您可以選擇安裝其他輔助工具 例如大多數人會安裝的Gacham Manager 以及越來越主流的Module Avatar 也可以什麼都不裝,直接正式進入Unity 點選右上角的Open Project 在跑完讀取後便會進入到Unity的畫面 那前置作業的部分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覺得我的教學還不錯的話 不要忘記點個訂閱和喜歡 想更快看到下一集的教學或有什麼遺漏的地方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那這一集的教學就到這邊結束囉 掰掰 我們下集結束 你有成功頻期待 Color Gen handout Jails 記得 最後 visit Cast Ca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